你好 我是韓國人 我們是打假漢將 然後這幾天我看到一個新聞 真的讓我很生氣 就是之前那個香蕉煎餅的那個女生啊 那個王瑞德啊 帶著她一起對韓粉提告 那當然我就覺得很奇怪 韓粉到底誰證明的是韓粉 還是怎樣有概印章叫韓粉 我覺得這些媒體啊 每次在下標 好像只要反對面就是叫韓粉 奇怪我也看到有很多假帳號啊 那那是不是反串呢 真的現在太多這種事情了啦 太多像上次我介紹那個 蔣委員那個事件也是一樣啊 那個去看FB 超多真正的人 不是假帳號的人 都下面都留 為蔣委員打氣啊之類的 然後看到就是那個假帳號認真什麼啊 怎麼可以罵韓國瑜啊 怎麼要征服宇宙啊 怎麼樣這樣blahblahblah 然後點進去 竟然是蔡英文的那個什麼 大頭貼的那種框框啊 或者來反串的 所以我覺得真的 這些媒體啊哇 真的以後有機會可以對付他們啊 我真的這個人生啊 我一定要有機會去讓他們全部站出來道歉啊 真的是很糟糕耶 然後這個王瑞德啊 帶著這個小女生 到處去告啊 然後形塑著哇被壓迫啊被逼迫啊然後被罵啊然後好可憐啊這樣 小女孩我問你 你知不知道你當時在媒體前面講了什麼話 我先跟大家講一件非常是非非常清楚的一件事 今天啊如果韓國瑜跟蘇貞昌一樣 那有人po他那個丟筆的影片 然後他說哦這是假的 然後就趕快這三天內就抓出來 或者像今天蔡英文啊 所以有人網路上哦 你就說他也有買這次免稅的 然後民進黨的人說要告 然後又加上城局啊 之前有網友啊他就翻到一張城局之前 跟一個濕煙風波的那個吳宗憲啊 然後他就po說哦呦 好幾年前就跟這個吳宗憲在一起囉這樣 那城局也是馬上哇這個警方幾天又抓到人了 我跟你講妹妹 如果韓國瑜跟他們一樣 你早就被告了啦 你都還搞不清楚為什麼會有人去罵你 但是韓國人今天是公平中立的 去罵你怎麼樣就是不對 這個就是不對 OK那你要告他們是你的自由 但是你今天在媒體面前 你講了什麼話 我們先來讓大家看一下 那你們為什麼會對他反彈這麼大咧 他很喜歡開空投資票 等一下你看前面吧 他很喜歡開空投資票 然後 開空投資票 說一堆空話 他很喜歡開空投資票 然後 開空投資票 說一堆空話 你在媒體面前說他很喜歡開空投資票 說一堆空話 請問證據在哪裡 哎呦 你在媒體前面 在大廳廣眾之下 你在指控他 都在說空話 然後開空投資票 請問證據在哪裡 那個媽媽後來回來啦 除了這個事件 來我們先看一下整個事件的影片 也讓大家回溫一下 來啦 然後這個是韓國瑜的14項證件全文啦 我相信那個妹妹完全沒看過啦 還有很多年輕人完全不知道啦 雖然你們這樣很危險啦 很容易被我打臉啦 那我大概這樣看了一下 哎 簡單看到 哎 男男合作 就 想到之前他去馬來西亞 哇 拿到訂單啦 這他都有在做啦 不是 嘴巴說說而已 立足男孩嘛 然後優化 陸網嘛 大眾好行 哎 還有這個 兼顧城鄉 落實 陸品 治水治本 有沒有 他現在也完全在推動這個嘛 陸品專案啊 還有一些 就鋪路嘛 還有清下水溝嘛 有沒有 這個都是他都在做啊 還有改善工夫 防治毒品 他一直在努力的 還有友善托育 還有安穩享老 還設青年局 哎 他上個禮拜就有在 辦一個北漂青年 希望可以來返鄉工作的就業博覽會啦 他也有在做啊 然後青年專屬的創業基金 現在高雄市政府也開始投入這筆費用 也是在做啊 然後這個數位雙語 世界接軌 然後這禮拜啊 我就看到韓國瑜有去學校 我在裝 冷氣嘛 還有那個清淨機嘛 所以啊 妹妹 你今天在指控別人 都在講空話的時候 你有沒有去看過他的證件是什麼啊 你連他證件都不知道 你就跑來指控他啊 哇 你哪來的膽子啊 妹妹 你還不可以 你還不可以 是嗎 江蕉筋餅 江蕉筋餅說一份就賣韓粉一千塊 為什麼 這麼便宜啦 太便宜了吧 現在幾要不要去買一份 好啊 走啊 當第一位支持的韓粉 是啊 是啊 可以啊 敢不敢啊 敢啊 怕什麼 給你一半塊是不是 可以 千餅就必要了 這個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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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爆米韓國瑜的耶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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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米韓國瑜的耶 沒有 爆米韓國瑜的 對 不是我自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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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不買 好 拜拜 拜拜 沒了 大姐現在就不能發大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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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了 你看 我就說他 你去爆米韓國瑜的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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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爆米韓國瑜的 你們有錢嗎 還要爆米韓國瑜的 他不是高雄的 可是我們超像 噢 有沒有 這個事件其實就是民視這個記者嘛 根本這個媽媽沒有要進去嘛 民視記者攔他嘛 其實 後來 這個煎餅的業者 叫他去寫那個單子 對不對 然後還拿起那個單子 網路上還有人回我說什麼 你知道嗎 所以那個單子啊 那個單子 有一個是點餐的 那個媽媽自己拿錯 但是啊 香蕉煎餅的老闆 還跟他 那個媽媽拿起來 問他這個是不是 他還跟他說是啊 所以這些人啊 說謊又不打草稿啊 還想要怪的那個媽媽自己拿錯啊 他明明有拿起來問這個是不是 老闆還說是 啊到底是不是 喔 這有那麼難懂嗎 然後就是因為這樣前因後果 然後後來發現啊 這怎麼是要罷免的 就覺得那個 就好像在陷害他嘛 欸我問大家同理心 今天如果一樣是你支持的人 有人這樣對待你支持的人 然後又這樣對待你 又讓你感覺好像 哇 這是要來整我的嗎 我問大家誰不氣啊 我之前也講過 如果沒有法律齁 我一定一拳就灌上那個老闆 我真的一拳就下去了啦 對不對 你這樣搞 搞撕裂嗎 為什麼我今天很不開心 是因為這整體的撕裂 就從這個老闆要搞這個活動 然後加上這個媒體啊 這些綠媒啊 好民視啊 對啊 一起的共業啦 然後現在啊 更無恥的是要搞得好像是 哇 這整件事情都是韓粉來撕裂 這麼無恥的東西 還敢這樣做 唉唷 所以啊回頭回來講啊 今天妹妹啊 你今天指控了韓國瑜 講空話 空投資票 哪來的證據 你連他做了什麼 你都不知道 你就這樣跟人家講 你可以跟人家怎麼講 我就沒話講 你可以說 喔 我不知道韓國瑜做什麼 那我可能就不是那麼喜歡他 那OK嘛 那是你的感覺而已 但是你今天你指控他說 他都在開空投資票 都在講空話了 那就等於你在 毀謗這個人嗎 或者是你的猜測嗎 你有證據嗎 而且你是在媒體之下 所以那個媽媽回來了嘛 那媽媽生氣嘛 本來回來 八成可能只是要 覺得那個店家怎麼樣 或者是他在外面 因為你看 那個媽媽走出去的時候 店家還在那什麼 哇 一秒惹怒他 還在那講那些 還在那道姐也不能包到草肉 誰不會生氣嘛 誰不會生氣嘛 你們跟我講誰不會生氣 背吧嘛 白木嘛 還有什麼話好說 有沒有是非啊 然後他就回來 剛好就聽到你在那裡講 然後韓國瑜在開空投資票 講空話 當然他今天他住在高雄 他有看到嘛 他就看到韓國瑜 有在清水溝 有在鋪路 就逮到你在那說謊嘛 說人家說空話 然後空投資票的謊話 因為你根本不懂嘛 你根本沒有去查嘛 所以我覺得很生氣的是 為什麼現在人講話 都可以不去查證 不去查證就算了 你剛好運氣好 你罵的人是韓國瑜 他愛與包容 他不去告你 你如果今天這樣羞辱到蘇貞昌 你今天羞辱到陳菊 你今天就不會是這樣了啦 然後那些你自稱韓粉 那些來罵你 那也是因為你在那指控啊 你在那當著媒體面前說謊 對我來說剛剛好而已啦 你還不知道自己問題在哪裡嗎 然後還要跟那個王瑞德 這樣一起合照 那王瑞德還要幫你嗎 我要來告韓粉囉 韓粉好髒喔 還來求情喔 苦苦喔 這什麼社會啊各位 這個女生在媒體面前 指控韓國瑜整天說空話 空投資票 沒有證據 然後被人家罵 很難過 然後這個王瑞德 跑來幫他 然後塑造成好像都正義的 韓粉都是王八 各位啊 這就是我們現在的社會啊 我本來還可憐這個小女生 以我韓國人公平的立場去看 就是這個店家搞出來這些事情嘛 然後還有這個民事嘛 沒有這個民事 怎麼會有這件事情發生呢 所以我那時候還可憐的小女生說 啊她也是受害者之一 當然大姐也衝動了 我一開始的態度都這樣 但是當我看到他們這樣提告 那個臉啊 真的是很可怕啦 所以啊今天韓國人一定要透過這一集啊 好好地跟大家導正一個觀念啊 也好好跟這個妹妹講啊 你今天你在媒體面前指控韓國瑜 韓國瑜因為愛與包容 所以沒有對你提告 結束 所以你也不要怨天尤人 你今天你要在媒體面前批評一個人 你就要有被批評的心理準備 況且你要是搞不清楚狀況 有說謊的嫌疑 所以我奉勸大家啦 不管立場怎麼樣啊 投韓的或者投綠的 你們都要很清楚知道一點 雖然我們不知道蔡英文做了什麼 但是我們也不能說 哦蔡英文都沒做事 這樣也是說謊 故事指控 那韓國瑜做了什麼 不喜歡他的人 你們也不能在公開場合 他都沒做事啊 因為我有常看到留言說 哦韓國瑜做了什麼 都沒做事啊 你們這樣講都已經算是亂指控別人了 今天沒有告你是你運氣好 是人家對你包容 所以最後我要跟大家講 最近真的要小心 因為如果你最近批評蔡政府啊 批評讓他們覺得 你是在造謠抹黑之類的話 哇那個三天之內就可以把你抓出來 然後告你 對所以大家要很小心 現在只有罵韓國瑜都沒事啦 好不好 現在就只有罵韓國瑜都沒事 只有他在那裡愛與包容 什麼是謙卑在謙卑 兩個去比較一下就好了啦 好了如果今天有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 然後幫我們訂閱 然後幫我們把小鈴鐺打開 如果大家有什麼樣想法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們是打假漢將 我是韓國瑜 我們下次見拜拜 訂閱 好 我們下次再見 感谢观看